申请现金救助 屏东来一乡芒果农 无奈地看着原本应该结始累累的芒果树 现在只剩三成结果率 受到高温干旱以及继马虫害影响 包括来意、春日、狮子三乡 芒果种植总面积就有1600公顷左右 这次栽损大大影响这三乡的产业收益 有余生一成吗?有百分之十吗? 可能没有啦 都真的 都有持续在打药吗? 有啊 但是有时候一个礼拜被喷一次 这样还是没有办法救我 你看都造成很大的危害 然后它当初花开的时候 真的是开花可以说到八成以上 不过结果率就只有三成 就是因为都没有下雨 没有下雨造成天然灾害 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南下屏东勘灾 针对芒果祭出现金救助方案 屏东县府统计截至4月1号 这波灾情农损金额就达3亿5000万元 平农县农业农业处表示 今年因为高温干旱 导致企马数量比往年高 造成芒果果实变成空包蛋 6号开始将持续统计 也呼吁受损芒果农 在8号截止日前 完成申请现金救助手续 原市新闻巴朗 评论来议长报道